12月18日 趙蘭健網友發布影片說 朝陽群眾四大特務組織 敢反 敢反問 誰敢下令 老不經爺 專用瓜皮油腔 號召群眾 找出幕後黑手 質問離直氣壯 一貫政策 一夜反轉 不許減速 突然翻車 稽轎反常 巨大危害 難道如果大北京成沒有人負責了嗎 影片顯示 疑似朝陽群眾的男子說 我今天三岸位建委 第一 是誰出的主意 要我們在航風排隊幾個小時做核酸 一會把艇子切掉 一會又說移到社區裡面 一會又說扔出面 一會又說切 究竟是誰出了這些糞便 第二 是誰出的糞便要你整個社會全面開放 一點緩衝都沒有 一個下台街都不給 直接由直升機上跳下去 連個降落傘都不給 這個男子形容說 第一個落地的必死 第二個跌到第一個身上都會跌殘廢 第四個之後跌下來就已經成為一個玉砂包 可能就沒有危險 但是為什麼你不做第一個 李明男子表示 第三個就是想問 如果一個城市最最基礎的外賣 快遞 安保 保潔 醫護這些人員都全面倒下的時候 包括雙超 公共交通人員全部都陽性 這個城市怎樣運轉 怎樣不讓市民陷入恐慌 你有沒有對策 這個男子還表示 現在突然搬出幾個專家 說什麼輕症不可怕 你12月7日之前做了什麼 7日之前自己家旁邊那層樓 還釘著大鐵板 突然之間全部拆掉 頭一天病毒得人怕得把人封在家 第二天就沒事 輕症變感冒 這個是病毒變了還是你們變了 李明男子最後就說 不是不報 是時候未到 中國12月7日發佈優化防疫新十條之後 各地突然放寬了防洪措施 北京等多地的發燒病人太多醫院爆滿 忙者太多殯儀館排隊 引發憤怒的不僅是上屬的朝陽群眾 有網友則發文說 3年疫情花了那麼多錢 都沒有建幾間新醫院 沒有去投入藥物失察 沒有去加大醫療教育投入 沒有去改善醫護人員的待遇 做了一些罪無技術含量的核酸 建了一些罪無用的方倉 現在連藥都買不到 還要靠自己在全世界那裡找一些關係去找渠道 這個時候才是免費派藥的時候 到底是些什麼令到他們將每件事都做到相反 還敢舔著臉說保護了你三年 鐵文仲說在毛病的時候 整條街都給你免費打疫苗 出錢請你打疫苗 日日免費在這裡喊你做核酸 這個時候北京應該整條大街的大把都在免費派藥 居委會都應該逐家逐戶敲門派藥 但是根本就沒有 而在你不需要的時候 他們就上廟去到廿門 在你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就不見 中國遼寧控河空母艦等六艘軍艦 在16號通過日本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間的海域 全程都被日本海上智慧隊監控拍照 對此中國就叫囂叫日方不要搞事 台灣前國大代表黃鵬孝就直接發現 日艦之所以可以靠近監視 原因就是在於遼寧號根本就是子老虎戰力 早就被日本看穿 黃鵬孝在18號在Facebook發文說 其實早在今年5月 遼寧號就穿越了宮古海峽的演練之後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 就在記者會上曾批評到日艦近距離去跟蹤和干擾非常危險 很容易會發生誤判和意外 要求日方停止一切的監控活動 黃鵬孝就指出 中國當時大動作地出來串人 其實都揭露了不少台面底下的意思 例如日本表面看似是藉著中國的航艦穿越宮古海峽 一事去炒作中國威脅論 實際上它能夠近距離去跟蹤干擾 甚至有飛行器飛到遼寧號上拍攝 它表示日本之所以可以如此去調棄中國的航艦 就是在於食定了遼寧號的艦隊不敢輕舉妄動 畢竟一旦雙方發生衝突 宮古海峽的兩岸日本反艦飛彈就可以保證令中國軍艦有去無回 另外遼寧號本身都是過氣的訓練艦 艦載機殲15都是山寨蘇33而來 由於引擎推力不足 在起飛的時候必須減少重量 所攜帶的武器彈藥和油量都相當有限 黃鵬孝揭露中國航艦最短缺的就是艦載機飛行員 由於中國缺乏航艦的起降無儀器 即使找了一些英國和美國退休飛行員協助指導 但在培訓和直行的過程中 中國的艦載機飛行員的折選比例都是相當驚人 在這樣的狀況下 遼寧號雖然理論上最多可以搭載到35架1500 但實際上可以上場的飛行員就沒有那麼多 連維持艦隊空域的制空拳都很難做到 再者遼寧號本身的速度慢防護能力薄弱 非常依賴補級艦的支持 假如補級艦被擊沉 很可能連自己回家也很難 黃鵬孝就直言 假如未來真是台海有事 中國軍艦不要說是穿越宮古海峽部署到西太平洋 可能連台灣150公里半徑範圍內的巴士海峽 和台灣海峽都不敢冒險穿越 更不要說是封鎖台灣 因為共軍届時將要面對有實戰經驗驗證的 魚叉飛彈等美製反彈武器 根據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報網站通報 日本海上自衛隊在15日上午10時左右 在福江島以西大約440公里的海域觀察到 中國海軍航母遼寧艦 054A型導彈護衛艦組裝艦 052D型驅逐艦成都艦 055型驅逐艦安山艦 901型補級艦夫輪湖艦等5艘艦艇 上述的6艘艦艇在16日沖繩本島 和宮古島之間的宮古海峽向南航行 駛向太平洋 此外日本海自從確認了 有中國海軍軍艦進行了艦在直升機起降 日本海上自衛隊出動飛機 艦艇進行情報搜集和警戒監視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報 在14日的一則通報中還說 在遼寧艦編隊東出前的幾天 海上自衛隊還發現了多批中國海軍的艦艇編隊 駛向西太平洋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 日本政府16日通過了新版的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等的安保三文件 加強國防能力 將中國的軍事動向定為最大戰略挑戰 其中在明 日本將擁有可以攻擊敵方基地的反擊能力 這是日本在二戰後所做出的最重大一次改變 美國就讚揚日本這個舉動 重塑了美、日、同盟在區域和平的能力 北京方面就表示堅決反對 朝鮮年末又有新的挑釁 在18日上午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了兩枚中程彈道飛彈 韓國軍方研判 設定範圍可能包括了駐入美軍基地 朝鮮今年以來已經累積發射了超過60枚飛彈 打破了單年發射飛彈紀錄 引發了周邊國家擔憂 美國、日本、韓國都發表強烈譴責 根據韓聯社報導 韓國聯合參謀部指出 朝鮮當地時間今天上午11時13分到下午12時05分 在平安北道東倉里一帶二高仰國 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了兩枚中程彈道飛彈 飛行接近500公里之後就墜落於東部的海域 如果是用正常角度發射 估計可以飛行1000公里以上 射程範圍將會覆蓋住入美軍基地 這是繼朝鮮11月18日發射周制彈道飛彈以來 事隔一個月後再次發射飛彈 在17日就正是北韓前領導人金正日誓誓11週年 有分析認為 朝鮮是對聯合國連續18年通過北韓人權決議案 以及對日本通過寫明將具備攻擊敵人基地反擊能力的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表達抗議 韓國軍方就正分析飛彈飛行距離、高度、速度等具體參數 日本也監測到朝鮮疑似發射彈道飛彈 有分析指出 東倉里是平約當局3日前進行新型周制飛彈固體燃料高供率引擎噴射實驗的地點 星期日的試射可能都是用一些固體燃料火箭去發動機發射飛彈 3日前 朝鮮才高調宣稱有助增強彈道飛彈發射能力的高推力 固體燃料火箭引擎實驗成功 韓國不排除朝鮮今次首度以固體燃料引擎發射新型的彈道飛彈 朝鮮今年以來已經公開承認發射36次 總共62枚的彈道飛彈 以及3枚的巡弈飛彈 韓聯社報導 有觀點指出 朝鮮今次使用固體燃料火箭引擎發射新型中程彈道飛彈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12月15日才前往東倉里西海衛星發射場 督道高推力固體火箭引擎的試驗 這種引擎可以更快更機動性地發射導彈飛彈 符合北韓開發新戰略武器 加強核武計劃的目標 據稱這個引擎的推力可以達到140噸力 威力是直逼ICBM火星17的第一節引擎 這次引擎噴射實驗的成功 預告北韓即將會研發新型的戰略武器 北韓大約在5年前就曾經嘗試開發新型的中程彈道飛彈 北極星2號 現在可能就會重新嘗試完善技術缺陷 韓聯社統計 今年以來朝鮮總共發射超過60枚的彈道飛彈 打破單年的發射飛彈紀錄 也都令朝鮮半島緊張情勢不斷升高 這個消息曝光後 韓國外交部韓半島和平交涉本部長 金建都隨即和美國國務院對朝政策特別代表金星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 船越建議進行了電話會議 散放都對北韓發射彈道飛彈予以強烈的譴責 指類似的非法挑釁行徑公然違背了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決議 強調將會加強雙邊三邊的溝通和合作 維持穩固聯防態 以去應對北韓發起任何的挑釁可能性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在18日對相關部門下令3點的指示 包括對大眾提供迅速而且正確的信息 確認船隻和飛機安全 隨時做好突發事件準備 綜合外媒報導 朝鮮上次試射發彈是11月18日 當時飛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內 距離日本約200公里處 日本官方今天觀察到兩枚飛彈落在專屬經濟區以外處 亦沒有傳出任何船隻以外 日本防衛副大臣井野晉郎表示 日本已透過中國大使館向朝鮮表達抗議 以上就是今天新聞主要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分享和按LIKE 我們明天再會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